在人们对于恋爱和婚姻的观念中,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女看前,难看后,这句话传达的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在选择伴侣之前,我们应该要明白的六个字,这六个字指的是什么呢? 它们代表了我们在寻找生命伴侣时应该关注下面四个重要因素,读国学经典,误人生智慧,欢迎订阅古运学堂,女看前,看的是德行修养。 俗话说,人美不在一,家美全靠妻,妻子的言谈举止,德性修养会影响一个家庭的处事方式,乃至子孙后代的心胸谈吐。 而好的婚姻里,都有一个情绪稳定,内心善良的妻子,她的言语决定了家庭的温度,她的行为决定了家庭的未来。 王羲之年轻时,虽然在书法界小有成就,但离一带大家,还有些距离,直到四十多岁,还靠着临摹来揣摩各家书法。 而她的妻子西璇,是位书役独到的才女,两人成婚后,彼此和睦,从未有过争执,还常常互相切磋书役。 一日,王羲之躺在床上,手上比划着临摹的字迹,不小心画到了妻子。 西璇笑着说道,你已经很棒了,也可以有自己的风格。 不必总临摹人家的字帖,王羲之听后,毛色顿开,不久便创作出了属于自己的字体。 创作之余,西璇常与王羲之一同散步,一起读书,彼此交流生活的感悟与书中的心得。 这样和睦轻松的家庭氛围,不仅促使王羲之成为一代大家,还将自己的儿女培养的各个出色。 古语云,家有贤妻,兴旺三代,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拥有一位善解人意, 德性深厚的好妻子,做人落落大方,做事体贴周到,相处如沐春风,既能祝福成德,亦能兴旺家族。 当丈夫时运不济时,能出谋划策,鼎力支持,哪怕世间良薄,也能温情如旧,彼此陪伴走过生命的寒冬。 当丈夫顺风顺水时,能善意提醒,彼此理解,踏踏实实地过好平凡的日子。 一个好妻子是家中最好的风水,更是家庭里最大的福气,和这样的人和睦与共,相伴一生,家庭自然风生水起,蓬勃兴旺。 女看前,看的是性格,女人虽看起来生性柔弱,但在家庭中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里的兴衰成败,一般都取决于妻子。 如果说男人是一个家的顶梁柱,那么女人就是定海神针。 就如这个中国最有内涵的字,安所表示,安上面的宝盖头,寓意为家,下面一个女字,则想告诉我们一个家中要有个女人,这个家庭才会平安顺遂,正所谓妻嫌妇安便是这个道理。 所以,在婚姻生活中,一个妻子的性格是尤为重要的,她决定了一个家是否能和谐幸福。 如果一个女人善解人意,那么她将会在丈夫劳累回家时,为她端上一杯热茶,做好一桌美味的饭菜,也会在丈夫工作受挫时,张开双手去拥抱她,默默地在耳边安慰她。 而不是一个劲地在抱怨丈夫无能,如果一个女人又广阔的胸怀,善于接纳包容,那么她将会包容丈夫的一些小缺点,在争吵时,也并不是不依不饶地瞒不讲理。 所以,一个安稳的家庭,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少不了你一个善解人意,有广阔胸怀的好妻子。 正如这句话所说,女人嫁给什么样的男人,就选择了什么样的活法。 反之,男人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也会影响自己后半生的方向与幸福程度,所以,一个善解人意,宽宏大度的妻子。 持家有道,丈夫才能有归宿感,才能将沉闷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也能将繁琐的生活变得井然有序。 难看后,看的是内在人品。 有一句话说得得好,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 人的品德是衡量一个人内在价值的重要标准,无论财富,地位和名声如何变化。 一个人的人品应当是始终如一的,良好的人品反映了一个人的道德,品德,情操和行为举止。 它是一个人走向成功和幸福的坚实基础。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在婚姻中,若能以良好的人品为基石。 无论外界的诱惑再多,它都能坚守内心的原则。 无论遭遇多少困难和考验,它都能与伴侣相互扶持,相互依靠。 只有如此,家庭才能夫妻恩爱,幸福安稳,真正成为一段温馨幸福的关系。 程耀金原本生活在贫困的黑山,是一名土匪头目,然而,他邂逅了一个出身豪门的千金小姐,两人彼此倾心,最终结为夫妻。 尽管身份差异悬殊,但他们的爱情却是坚不可摧的,经过一系列的波折和努力,程耀金终于成为了一位战功赫赫的大将军。 他以英勇和聪慧在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 不仅声名远扬,还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和丰赠,家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便得富有起来。 尽管程耀金家境富裕,地位崇高,但他却从未忘记自己的妻子,那位千金小姐,他始终不离不弃地陪伴在他的身边,不论是患难还是富裕,他都毫不犹豫地守护着他们的爱情。 他对千金小姐一如既往地呵护和关爱,用心陪伴她度过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二人的感情经历了无数的风雨考验,从贫穷到富裕,从战场到府邸,他们始终互相扶持,共同面对人生的一切困难和挑战。 即便程耀金身份的转变和境况的改变,他依旧保持着对千金小姐深厚的感情和无尽的宠爱,一心一意地呵护着他们的婚姻。 另外还有,在多年前,当时被誉为台湾七十年代第一美人的胡音梦,应朋友之邀,去了当时台湾国学大师李敖家做客,期间,胡音梦相中了李敖博学多彩,李敖看上了胡音梦年轻美貌,自此,李敖在已有女友刘慧云的情况下,对胡音梦展开了追求,很快,胡音梦便倒在了才华之下。 当他问李敖该怎么对待刘慧云时,李敖说,那就让他暂时回避一下。 虽然心里有些疙瘩,但胡音梦还是选择了爱情,不顾家人反对,在李敖在家中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但他们的婚姻却只持续了三个多月,就彼此一拍两散。 对于此事,李敖后来说,同居者眼中没有美人,胡音梦也回应道,同居者眼中既没有伟人,也没有美人,婚姻往往是一个平凡的人,遇见另一个平凡的人,但因爱和责任的增添,两人也因此成了彼此眼中最不平凡的人。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婚姻除了美貌与才华之外,更重要的是责任和忠诚。 生活中,许多人总是抱着将生米煮成熟饭的心思,让女人在这个家中有了牵绊之后便不管不顾,而重情的女人成了家,有了娃,即便生活再不顺,男人再不靠谱,也会选择凑合过日子,但这一凑合,往往就是大半辈子,嫁人不慎,半生悔恨。 人品若差,当时再爱也不能靠近,相处,从来靠的是真心,相守,一直靠的是人品。 俗语有云,相处需真心,相守赖人品,对待妻子,男人的态度,是其最真实的人品展现,无论贫穷还是富有,落魄时都能患难与共。 富有时也能不离不弃,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是家庭的支柱,唯有稳健的支柱,才能让家庭安宁。 真爱可贵,自由至上,在选择伴侣时,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过去和未来,我们更应该追求一种真正的感情和自由,勇敢传说。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孩如何挑战传统和追求自己的梦想的故事,通过她的勇气和坚持,她逐渐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和独立性,女主最后学会了爱自己,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不受他人的限制。 自由是真爱的前提,在感情中。 我们不能束缚对方,而是应该给予彼此充分的自由和空间,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下,感情才能够自然生长,双方才能够真正的展现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因此,自由至上是实现真爱的重要保障,只有在真爱和自由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找到与自己心灵契合的伴侣,一起享受幸福美满的人生。 找对象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白自己的价值和需求,同时也要了解对方的经济实力,事业规划,家庭背景,社会地位等。 对于每个人而言,家庭是人生的起点。 也是无尽的守护和慰藉之所,无论是幼年时的陪伴与呵护,还是成年后的依靠与支持,家庭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然而,当一个人步入成熟阶段,他们开始逐渐寻求建立自己的家庭,这是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的阶段。 组建自己的家庭,意味着选择一个人来共度一生,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与喜悦,这个选择决定了往后余生的走向和人生的每一步,因此必须慎重对待。 当你遇到那个特别的人,他们不仅让你感受到人间的美好,还成为你生活中的光芒。 他们给予你力量,支持你实现梦想,无论是风雨或是晴朗,他们与你同行,成就了你的人生价值。 然而,选择错误的伴侣,可能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困惑和痛苦,有些人走进你的世界,可能让你觉得你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而有些人则会将你生命中的光芒渐渐熄灭,他们可能没有共同的目标、价值观和梦想,无法真正理解和支持你的内心需求。 在这样的关系中,你可能体会到人间的疾苦,陷入彷徨与纷乱。 因此,在选择伴侣时,我们应该审慎对待。 珍惜这个人生的伴侣选择,我们需要与他们共同成长,与他们建立起相互尊重、理解和信任的关系,共同经历人生的起伏与坎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实现内心的平衡与满足。 人生是一次旅程,家庭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源泉,从成长到成熟,从选择到建立,每一步都至关重要,让我们懂得选择,坚守自己的价值观,与那个特别的人一同创造一个温馨,充实而幸福的家庭。 这样,我们将不会在人生的旅途中迷失,而是积极而自信地迎接未来的每一天。 所以,请一定要告诉自己的孩子,女看前,看性格,男看后,看品行。 Может,您 Deaf,女看,男看 Empire vagy请 Jim Pot różne,女看 trousers! 男看前,男看 iç影片哦~! 女看板借女verse有童掉着大并 го小时,女看客 attent少竟话。